上海手电经济迈入快车道 上半年新增手电699家 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外滩观光老洋房看展 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剧 吸引众多游客相聚深成 上海夏季音乐节 开启全城交响模式 从小洋楼到热门商圈 邂逅艺术 让城市变成没有屋顶的音乐厅 上海新增黄热病疫苗接种点 有效缓解疫苗难求 明天起我国进入防汛关键期 水利部预测 七下八上期间汗老并发 小区签订加装电梯合同已近两年 工程为何一拖再拖 夏立热线记者展开调查 奥运会火种抵达巴黎 开始最后一战火炬传递 受奥运影响 法国国境阅兵式更改游行路线 七战全胜 西班牙2比1立刻英格兰 第四次夺得欧洲杯冠军 今天是2024年7月15号星期一 上海早晨正在变迎来全新的一天 各位早上好 影响今年的阅兵式并未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 而是改在了服序大街 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阅兵式并检阅部队 这是自1979年以来 法国国境阅兵式首次没有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 今年共有4000余名法国军人参与阅兵游行 并接受检阅 比去年有所减少 此外 飞机的数量也低于往年 本次阅兵式共调集45架飞机 22架直升机 以及162匹战马 巴黎军事总督表示 由于路线的更改 今年的游行路程比往年缩短了三分之一 周边观众人数也少于去年 1789年7月14号 法国人民攻克了象征法国封建统治的堡垒八十抵域 1880年7月6号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颁布法令 将7月14号定为法国国庆节 本次阅兵式上还展示了巴黎奥运会的火炬 经过两个多月的传递之后 巴黎奥运会火种于当地时间14号抵达 法国首都巴黎 开始在巴黎及其附近地区的传递 当天正值法国国庆日 奥运会火种在国庆日阅兵仪式中亮相 随后开始在巴黎的各个著名地标间传递 奥运火炬在巴黎的传递将持续两天 预计总传递路程接近60公里 届时巴黎市政厅黄肠也将举办庆祝活动 迎接奥运火种的到来 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26号到8月11号举行 奥运火种将于7月26号 抵达奥运会开幕式现场 点燃奥运烛火聚台 美国前总统共和党人特朗普13号傍晚 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的竞选集会 遭未遂刺杀 枪手被击毙 此次事件造成现场一名观众死亡 另有两名观众重伤 警方称三人均为成年男性 经调查初步认定 枪手为一名20岁左右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男性 目前尚未发现嫌疑人与外国恐怖组织有关联 这名枪手名叫克鲁克斯 其住所距离当天集会的地点约65公里 他被击毙后只把人员在集会现场 缴获了一支步枪 当地检察官表示 枪手是从集会会场旁边的一栋楼上 距离特朗普约180米至275米的地方 用AR式步枪发射了多达八发子弹 有目击者称 看到枪手爬上屋顶 并告知了附近的警察 但还未等警方采取行动 枪击随即发生 据美国媒体报道 枪手为注册共和党人 在枪击事件中使用的是他父亲购买的枪支 调查人员还在他的车内发现了爆炸装置 这辆汽车13号停在竞选集会现场附近 当地时间14号下午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 谴责对前总统特朗普的自杀企图 并表示他已下令对发生枪击的 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进行独立审查 以评估到底发生了什么 拜登重申这种暴力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 再次强调团结的重要性 并跟从人们不要异端枪手的动机或从属关系 拜登表示他于当地时间7月13号晚 与特朗普进行了简短但友好的通话 他对特朗普状态不错感到欣慰 拜登已指示美国特勤局审查即将在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行的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安保措施 据介绍拜登还将于当地时间14号20点发表全国讲话 当地时间14号 特朗普在预袭后表示 基于昨天的可怕事件 他本计划推迟行程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但刚刚决定不能因枪手或潜在的暗杀者 强行改变安排或其他事 因此他将按议员定计划 于当天15点30分前往密尔沃基 路透社报道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后 押注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比例增加 预计本周美元指数 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将持续走高 报道称美国两年期与三十年期 国债收益率差 已经从拜登与特朗普首次辩论时的 负三十个基点 收窄到了负六个基点 截至十二号收盘 美国股市标普五百指数和道琼斯指数 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好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冲突 哈马斯一名高级成员 14号说哈马斯并未退出 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和埃及首都开罗 进行的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 身处卡塔尔的哈马斯政治局成员 伊扎特·里什克当天发表声明 否认哈马斯退出停火谈判 但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企图破坏斡旋方的调停努力 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 计划未来几天前往多哈 就释放被扣押人员展开新一轮谈判 据发行社此前报道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告知斡旋方 哈马斯决定停止与以色列的间接谈判 因为以方缺乏诚意 继续搞拖延阻碍战术 继续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 当地时间14号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报称 以军和以色列安全局新贝特 根据相关情报 判定一所位于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中的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学校 被武装人员作为藏身和发动对以袭击的据点 因而对该学校发动空袭 以军称 其使用了精确制导导弹等减少对平民伤害的措施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消息 以军空袭已造成15人死亡 80人受伤 据以色列时报14号报道 以色列中部城镇尼尔茨维当天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 导致四人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报道称 以色列警方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袭击者是一名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 他在一个路口开车撞击周围民众后 被警方当场击毙 警方称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目前伤者已经被送至附近医院救治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二零二四欧洲杯决赛 西班牙在柏林奥林匹克球场迎战英格兰 上半场双方均无剑术 下半场第四十七分钟 亚马尔内切送助攻 尼科威廉姆斯低射破门 第七十三分钟 贝林厄姆助攻 替补出场的帕尔默低射斑平 第八十六分钟 库库雷利亚左路携船门前 澳亚萨维尔铲射反超 最终西班牙二比一立刻英格兰 以七战全胜攻入十五球的战绩 第四次夺得欧洲杯的冠军 成为欧洲杯历史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而英格兰则连续两届倒在了决赛 依旧无援欧洲杯冠军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 去年上海消费市场规模 居全国城市的首位 为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上海大力推动首发经济发展 今年上半年新增手电699家 同比增长超25% 规模和质量再创新高 海内外品牌静香来户 开设高能级手电 把最新的产品 全新的创意带到上海 在丰富供给的同时 也为上海消费市场培育新动能 提供了有力支撑 石门路无疆路口 亚洲首家DQ汉堡店开门迎客 在中国拥有1500多家门店 卖了30多年冰淇淋后 这家新餐厅推出了上海限定的 辣酱油汉堡 去年国际冰雪皇后公司 在中国新开门店的数量 超过了其他国家新开门店的总和 预计到9月底 上海还将新开两家DQ汉堡餐厅 未来10年中国的新开餐厅将达180家 同样对上海青睐有家的 还有来自加拿大的国民品牌澳多 上个月 他们把中国第一家旗舰店开在了环球港 在纽约第五大道就有看到这个店 没想到这里也开了一家 当时也考虑过香港 那么也考虑过深圳 上海是最后是整个管理层选择下来 也是一个首选 不同的这个国际品牌都会选择 不愿而同地选择上海 就是大家都扎对在这里 就会产生一个急剧性的效益 旗舰店与全球同步 第一时间售卖首发新品 未来品牌在新开门店的同时 还将针对中国用户 开发专门的产品线 我们开了这一个月以来 这个店铺里面进来了 各种各样的人群 我们的店员就会在了解 他们的这些需求 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 可能对于整个中国市场的 一个用户的这么一个了解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正在向新茶饮之都 大步迈进的上海 也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新品牌落户 这个周末 人间茶话 就把全国第一家门店 开在了四川北路 念奴交绿螺群换西沙 店铺里茶饮以磁牌来命名 一杯杯清茶用瓦罐煮出来 装进竹杯甚至是酒杯 让顾客在清雅的茶香中 读古诗品新茶 这种又是古风风格的话 会让人很放松 用了高脚杯来泡 还蛮有意思的 以上还会作为第一个试点 把上海的市场先打透 或者是站稳 通过他们的不断反馈 那我们也会去更新我们产品 海内外新老品牌看好深层市场 推动上海手电经济提速发展 今年上半年 上海新增手电699家 同比增长达25.5% 这些手电中 全国及以上级别有92家 其中全球手电5家 已超过去年全年的数量 我们要将进一步发挥 上海首发经济的政策 让更多的品牌企业 在上海不断地拓展 新的业态 新的模式 进一步来提升 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竞争力 记者何晓报导 为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今年上海首次推出了 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 暑假期间吸引国内外宾客 分治塔来 深城各个地标景点 和各大商圈的客流 也有所上升 在外滩 总6月28号至今 冰水区已接待游客 超424万人次 现在是下午3点 我所在的位置 是在外滩的清水平台 那深城告别了前期的雨水呢 外滩的人气也是恢复了许多 现在外滩的实时客流量 已经达到了1.1万人次 放暑假了 我们从内蒙来的 我想来上海看看 那个东方明珠 人很多 因为白天拍照比较清楚 晚上看夜景比较漂亮 数据显示 6月28日至今 外滩冰水区已接待游客 424.2万人次 每天流量峰值 出现在晚上8点左右 冰水区顺时最大客流量 达4万人次 为确保客流安全 在外滩治安派出所 综合指挥室内 民警实时监测着 清水平台的客流量 针对不同流量预值 指挥室会及时调配警力 采取对应预案 当我们外滩冰水的客流达到2万万的时候 我们会对中山南京采取一个南进北出的措施 如果一个预值达到3万以上的话 我们会进行一个波斯放行 人流一旦到达4万 我们会进行一个南水北调 把就是南京中的人流往北边 相对于来说客流较小的区域引导 记者徐孝阳报道 老洋房是上海经典 且具有魅力的建筑类型之一 这个夏天不少艺术展走进老洋房 当代艺术与历史建筑交相辉映 行酒交织 空间交融 值得细细品读与品味 为何这样的跨界碰撞出如此火爆 来看报道 中午时分 位于陕西北路的河东公馆 迎来了不少参观者 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这座建于1928年的 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老洋房 对参观者充满吸引力 就是在老洋房 然后这里也是就是没来过 就是有一种双倍的一种加成 眼下日本摄影师 森山大道摄影展正在举办 作品风格与建筑风格相得益彰 艺术空间与地理空间交融 正是策展的巧思 上海的老洋房有很多优势 建筑本身也给这个展览 有一个很大的增色 所以这种结合 也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对话 我看到那些画和一些比较 有年代感的墙面 就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会觉得比较有意思 四公里开外 上海老房子艺术中心内 上海1924 武康大楼百年历史沉浸展正在展出 在中央大厅 上海交大的专业学术团队 借助虚拟现实技术 复原了武康大楼内 当年的一套转角公寓的场景 戴上这样一个VR眼镜 就可以沉浸式的 在乌达克的引导下 走进这庄拥有百年历史建筑的 武康大楼 体验百年前的上海摩登生活 而据整个团队估计 在双休日期间 每天的风驰 游客将达到3000人次 我们希望的做的就是把一个打卡式的文旅 变成一个内容式的文旅和学术式的文旅 也是把我们就是非常希望去传达的一个建筑可阅读性 去进行一个对于更高层次的一个体现 从7月6号起 今年的上海夏季音乐节 再次策划了全程交响 昨晚徐汇区恒山路的枝和卡芬花园 一场小而美的音乐会 敬了不少音乐爱好者驻足 推开窗门 长笛悦耳的声音悦然耳边 在丁善德先生故居里 这首曾经由他手演的曲目 完成了古今的穿梭 被音乐声吸引的市民游客 纷纷停下了脚步 比较能够在一些优美的地方 不要很悬化 不要多配上那个business的地方 最好呢 让越多的年轻人都能享受自由 从本月6号开始 这样在花园洋房里 欣赏交响乐的活动 在上海的9个城市地标 与乐迷们相遇 13场全程交响 让音乐爱好者们 享受生活与艺术的碰撞 就是我们这一次呢 也是在上海特点的这些街区啊 采用了每一个地方 单独设计它的节目和形式 是长期的坚持做下去 能够每一年有一些新的形式 让上海的市民或者来上海旅游的市民 在不经一些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活力 记者公海运报道 昨晚第12届上海少儿体育舞蹈 国际标准舞公开赛圆满落幕 赛事为不同学龄 不同基础的国标舞小舞者 提供了多元化的参与平台 同时也为更多关注和喜欢国标舞的观众 搭建了了解与欣赏的文化传播平台 覆盖人数超过了120万人 热情似火的恰恰 浪漫唯美的轮巴 比赛现场 不同组别的孩子们翩翩起舞 专业的舞姿和自信的笑容 掀起了现场一阵又一阵高潮 不少孩子已经不是首次参赛 作为一项连续两届 被纳入市民运动会的品牌赛事 今年不但在选手数量上达到了近万人 在参赛服射面上也进一步拓展 本次大赛除了上海本地的参赛选手 更是首次出现了多个来自长三角地区的 少儿国标舞团体组队前来报名 值得一提的是 SMG小银星作为承办方 首次对接了亚洲最大的业余赛事 亚洲国际标准舞公开赛 为此次大赛的优秀学员 提供了观摩及窄眼机会 让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到更高规格的赛事 拓展艺术眼界 提升自身的艺术感之力 非常希望很多的小朋友 能够加入到我们这样的比赛赛事中来 因为比赛对于孩子来说 比赛的结果不是唯一的目的 孩子在比赛的过程中收获自信 收获勇敢 收获眼界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活动现场 小银星携手阳谷区12个街道 开启体育舞蹈公益课程计划 记者朱祺岳报道 暑期不少市民都有去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 旅游出差的需求 而到访这些国家 必须持有有效的黄热病预防接种证明 然而近期不少市民反映 黄热病疫苗疫苗难求 为此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及时采取措施 新增接种点 上午8点在长宁区金邦路15号 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接种点 迎来了首位接种者 来自浙江嘉兴的周女士 我们今天是一早特地从嘉兴赶过来的 昨下我准备带孩子去一趟肯尼亚 然后发现他是需要打疫苗的 然后这个疫苗打完之后是十天起效 打完之后两到三天里面避免过滤疲劳 避免剧烈运动 饮食清淡多休息 完成信息登记 注意事项提醒等手续后 周女士和儿子顺利完成了黄热病疫苗的接种 全程不到五分钟 而除了旅游 还有不少接种者是为了工作 来自苏州的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公差到巴西 苏州里面预约的话预约不上 上海那边比较方便 那个号比较多比较充足 已经特地过来的 据上海海关统计 今年在乎接种黄热病疫苗的需求 较往年明显增长 为满足接种需求 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近期新设了金帮路这处接种点 增配接种人员 延长服务时间 启用一周以来 该接种点已累计完成接种一百多帧次 我们在短时间内开发了这个新帮路的接种点 我们已经连续了三周 在周末加班 为广大市民提供 这个黄热病的疫苗接种服务 基本上能够实现 来了就打 据介绍 中心原有的另一处接种点 位于金桥路2090号 目前两个接种点 每周开放黄热病疫苗接种预约名额 共计1600个 市民可通过保健中心公众号 线上就近预约 记者通过平台实测发现 五天内两个接种点均有预约余量 是大概两三天之前预约的 准备去东非看那个动物 然后去肯尼亚 目前保健中心黄热病疫苗储备充足 并将根据需求随时增购疫苗 有需要的市民可根据出行计划 合理安排接种时间 记者沈春琛报道 昨天水利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近期的殉情情况 今年入序以来 珠江 长江 太湖 淮河等流域 大江 大河 大湖 接连发生20次边号洪水 华北 黄淮等北方地区 发生严重旱情 当前 太湖第二号洪水 淮河第一号洪水正在发展 长江第一 二号洪水 仍处于演进过程 相关负责人表示 明天零时起 我国将进入防汛关键期 水利系统将全面启动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 根据预报 明天三峡水库将再迎来一次洪水过程 水利部长江卫将通过调度 大渡河 金沙江 嘉陵江等上游干支流水库群 减少三峡水库防洪压力 预计可减少三峡水库洪洪流量5000地方米美元 可以降低三峡水库的最高洪水为用2米 气象部门预测 未来10天 长江上游仍有连续性强降雨 强度以大道暴雨为主 水利部预测 未来我国七大江和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水 所以提醒要高度关注长江上游 黄河中下游 淮河流域的宜树四水系 海河南系 松花江 辽河等多雨区 局地暴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 山洪 城市内涝等灾害 近年来随着反诈压力的增大 银行出台的取款2万要向排出所报备 线上交易额度下调等一系列账户监管措施频频引发热议 有网友称自己用了20年的银行卡被限额5000元 有网友支付房租时候发现账户非贵面支付的日累计金额上限为1000元 还有人称一想到提额还要去营业厅就不想消费了 那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值得关注的是 近日银行卡被冻结 转账限额调低等类似事件大量出现 时常成为网络吐槽的热点 事实上 银行已经成为反洗钱反诈骗的前沿阵地 不少银行均有冻结卡内资金 降低转账限额等方面举措 谈及调降原油多家银行表示 主要还是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或反洗钱 有助于降低客户的风险 同时也降低银行的自身风险 若非贵面限额无法满足客户的使用需求 客户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等证明材料 到银行的营业网点办理额度调整 业内人士表示 尽管相关业务调整 可能会给部分用户带来不便 但金融业务的严监管仍会是大势所趋 特别是电信诈骗高发区 相关规定会相比其他地区更加严格 但银行本身的内部管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个别银行拼命强调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 采取过于严苛的账户管理措施 部分措施简单粗暴 给客户带来诸多不便 专家还指出 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超过法律法规 对客户提出额外无理的要求 不得将公安部门备案审核 作为开立账户支取现金的前提 而公安机关也不应超出法律规定 干涉银行正常业务办理 对账户曲线 限额 冻结等行为应更加审慎 正值夏季 瓶装饮用水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 正掀起一轮新的价格战 在各式促销活动之下 瓶装饮用水的量饭装和大包装纷纷降价 北平的跌破亿元区间 其中 农夫山泉新推出的绿瓶纯净水 甚至低至了每瓶0.66元 农夫山泉送水道府官方抖音直播间 12瓶550毫升的纯净水只需9.9元 折合约每瓶0.83元 活动期间相当于打了4.1折 弹幕中不断有消费者成功下单的提示 据媒体报道 农夫山泉纯净水在降价 作为其竞争对手的娃哈哈乙宝等也自然跟上脚步 将价格压低 超市价格牌显示 娃哈哈纯净水596毫升规格12瓶装 售价11.9元 乙宝纯净水555毫升规格12瓶装 售价11.9元 康师傅200开380毫升规格15瓶装 售价9.8元 每瓶低至0.65元 瓶装饮用水促销不断 对此 业内人士表示 降价并非长久之际 可能导致市场混乱和品牌形象受损 公开数据显示 我国现存饮用水制造相关企业1.9万家 区域分布上 山东有1703家 存量最多 占全国总量的9.1% 其次是河南河北 分别现存1683家和1157家饮用水制造相关企业 您买过莆田系的包或者鞋吗 越来越多的莆田来了出现在了不同城市的商业街 打出我们就是超大牌的口号 店内的墙面是摆满了类似LV Cucci 阿里达斯 鬼种虎等知名品牌的鞋款 标价在400元以内 不过仔细看 这些鞋和原版有明显的差异 那么鞋子是从哪里来的 是否侵权呢 招商加盟负责人称 目前已有800多家莆田来了门店 有同版同标和同版不同标两种产品 前者卖线上 后者卖线下 有注册商标 如果联营商合作后 可以在总部帮忙拿同版同标的鞋和包 据门店的工作人员表示 实体店里如果卖和大牌一模一样的鞋 涉及侵权 对此 莆田来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品牌创始人称 目前 莆田来了的直营店只有两家 全国的其他400多家都是加盟店 门店的鞋子没有侵权 因为每做一款 首先要研究有没有外观侵权 都有律师团队把关 相似度80%以上 才能被认定为侵权 针对这样的说法 多位律师予以否认 对于莆田来了所谓的同版同标和同版不同标问题中 版应该指的是版式设计 标指的是商标 律师认为 同版同标肯定是侵权行为 因为使用同样的logo必然侵犯了品牌的商标权 也就是说 如果高仿鞋是仿造了其他企业生产的鞋子及商标 不管销售渠道销售平台在哪 都涉及侵权 据福建日报2023年11月报道 莆田来了品牌成立于2019年 除自营连锁店外 2020年开始 面向全国招收战略合作加盟商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最近上海多余温热的天气 让人文大战进入了白热化 也带动了各类驱文防文产品的热销 不过对于这些产品的效果 却是众说纷纭 有网友表示400元买了两个驱文手环 结果出门10分钟腿上就有两个包 还有妈妈出门前给孩子的四肢都贴上了驱文贴 却发现还是被蚊子追着咬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驱文 产品价格在1元到2万元不等 比如润本旗舰店内的电热蚊香叶 已经卖出超20万件 价格在21.9元起 店内的另一款植物精油贴销量同样走鞘 已经卖出超80万件 价格19.9元起 而成本仅2.42元 今年夏天给孩子囤了300多张润本精油贴的小姜 一直以为自己买的是驱文贴 最近才知道驱文贴已改成了精油贴 商品详情介绍里也完全没有驱文的字样了 对于精油贴是否有驱文效果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润本旗舰店的客服 对方并未直接回答 指示称精油贴所采用的是植物成分调制的精油 靠的是精油散发出来的味道 在人的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圈 让蚊子感觉不到人的气味 达到减少和赶走嗡嗡的烦恼声的效果 而农业农村部2021年发布的 关于防蚊驱蚊类产品认定的意见就明确 其如果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明 该产品具有防蚊驱蚊功能 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成分还是植物原性成分 该产品都属于农药范畴 依法应当和农药进行管理 江苏省农药管理部门调研发现 市面上近八成新型防蚊驱蚊产品 无农药登记证或农药生产许可证 严格来说 未持证或标签不合格的新型防蚊驱蚊产品 均属假农药不应在市场销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卫生农药试验对象不评价对婴幼儿和孕妇的影响 因此母婴领域还没有测试指标和产品分级 而某些产品还特意标注不含碧文案作为销售噱头 造成宣传误导 实际是在收割智商水 夏日炎炎 蚊虫困扰真不少 今天的微信互动 我们就想和您一起来聊一聊 您有哪些驱蚊防蚊的小妙招呢 欢迎您关注看看新闻微信公众号 期待您的分享 近日安徽合肥多名网友发布乘坐当地新推出的 蹦迪巴士的体验视频 并且留言说 移动的派对招手集停 这也太CT了 视频引起了大家关注的同时 也引来了不少争议 视频画面显示 该巴士上贴有招手集停 上车急蹦等字样 车内 乘客们随着DJ播放的音乐 蹦调不已 有网友不禁要问 这么嗨的音乐 如果司机的脚也忍不住 跟着音乐打拍子 怎么办 网上还有人把这个蹦迪巴士 与合肥公交集团近期推出的夜游音乐巴士联系在一起 对此 合肥公交集团工作人员昨天做出了澄清 这个车确实也是我们的公交车 这个车是一个酒吧租我们的车 我们公交集团确实推出了一个叫音乐巴士 但是不是这台车 我们音乐巴士是那种双层的观光车 工作人员解释说 该公交巴士是承包给当地一家酒吧做开业活动 并不是讲招手机停 考虑到社会影响 目前已经叫停酒吧的活动 这位公交车跑在街上的这个情况 确实不是很 我们也觉得不是很妥 他这个表演也好 什么蹦迪也好 我们拿起来暂停 近日一男子在杭州西湖边的人行道上 立着画板写声遭到保安的驱赶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引发网友们的热议 那为什么西湖边不能够写声 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来看报道 视频中一名男子在西湖边的人行道上 立着画板写声 旁边还放了一张桌子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男子坚持表示自己并不是在做生意 而路人也纷纷支持他 最后保安解释道 拿一个小画板是可以的 如果觉得驱赶不合理 可以打市长热线投诉 那么为何拿着小画板就可以呢 有眼见的网友发现 该男子是在人行盲道旁摆了一个画板 画板的旁边还放了一张桌子 并架起来了一部手机 似乎在进行直播 摆摊的阵仗可谓不小 虽然男子一再解释是在早高峰之前 但占用人行道的行为一目了然 杭州西湖的美景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 男子在西湖边作画 这也是对杭州文化的一种宣传 但是如果人人都效仿的话 很有可能就扰乱了景区的公共空间秩序 那么是否可以在景区边上进行此类的艺术活动呢 最大活动限度在哪里呢 相关部门应该出具更加详细 且具有人性化的政策规定 让西湖拥有更多美丽的风景线 三个初中生没有家长陪同 从上海骑自行车到杭州 最近这三个孩子也因为这个事上了热搜了 而网友也为此炒饭了 这三个孩子都是13岁 他们的共同爱好就是骑行 上完初一进入暑假 他们就决定结伴从上海骑车到杭州 7月8号清晨从浦东出发 10号晚上骑到西湖边 总共骑行了200多公里 每天的开销算上住宿大约500多元 途中有遇到的网友知道他们的计划后 就把消息发在了网上 没想到在评论区炸锅了 有佩服的也有批评家长心态大的 甚至有人建议报警 出乎意料的是 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 也都在评论区出现了 对网友的质疑进行了回复 这次骑行家长们虽然没有跟随 但是出发前都帮着做足了准备 每天通过电话手表定位确认位置 对家长们来说也担心交通安全 但他们更怕影响孩子的一腔热血 所以选择支持孩子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花重金聘请月嫂 本来是想给孩子一个更为合理健康的照顾 然而西安的李女士却因为月嫂痛失了自己的孩子 李女士表示自己的孩子是早产儿 体质比较弱 因此花了一万多元聘请了月嫂 没想到月嫂上岗第一天 孩子因嗆奶窒息死亡 而其所在的家政平台天鹅到家 至今都没有道歉 还一再推诿 抢救的过程当中 医生是才告诉我们 从孩子的肺中吸出大量的奶液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孩子是因为奶液窒息而亡的 所以全程他在近距离照顾孩子 喂养孩子的过程当中 包括中间有嗆奶什么情况的 就是全程一直到孩子发现不行了 没有告诉我们中间一句 关于孩子的一个任何情况 根据当地公安出具的 鉴定意见通知书 孩子符合因奶液吸入窒息而死亡 事发后 李女士和其丈夫 曾多次向天鹅到家讨要说法 但工作人员给出的答复却是 他们只承担该事件 10%到20%的责任 更令李女士感到气愤的是 在天鹅到家的系统内 竟然清除了他们在该平台 购买了相关服务的信息 我们也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给孩子一个说法就行 我们只要公平 别的不舍求杀 是这样子的 目前的话 我们已经跟客户本人 在进行沟通了 如今家政服务行业 正面临着供不应求的情况 想要找一名专业的月扫 护工确实不容易 另外一方面的 大部分的家政企业 都是中介机构 对于家政服务人员的管理缺位 更让消费者们投诉无门 未来对于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 只会越来越多 家政行业必须走向正规化 专业化 有关部门也应该加强 对于平台的监督和管理 让整个行业健康循环起来 前往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参观 是暑期当中不少学生 和家长的选择 日前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都宣布 开放暑期校园参观 公众需要事先进行实名预议 早上八点 清华大学西门南策 个人参观专用通道外 已排起了长队 预约成功的游客刷一下身份证 就可以尽小参观 铺上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参观 拍照留念 清华大学校园暑期对外开放参观 将持续到8月11号 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 不对外开放 个人参观需通过 清华大学公众号进行实名预约 从今年暑站开始 个人预约还新增了抽签预约机制 抽签预约比常规预约提前一天开始 抽签为众人员 可继续通过常规模式预约 今年暑假 学校是继续地会面向 咱们社会公众 安排了清华的同学们 来进行校园参观的讲解 那么给参观的游客 讲解清华的风物 还有清华的一些历史文化 继续推出了四条精品的路线 还有六条红色讲解路线 让公众更近距离地感受大学的文化 北京大学从7月8号起开放暑期校园参观 参观者可提前七天在参观 北大小程序上实名预约 并在预约时间段凭身份证 经参观专用通道入校 个人预约实行限额管理 参观北大小程序还推出了参观时程 在一档三小时步等的三条推荐路线 来满足参观者的不同需求 近日一段旅游吃饭时 车被人锁了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 视频当中的男子将车停在了一家饭店的门口 饭店要求挪车 并在男子停车处将车锁住 随后该男子报警 却被警察反对 说你跟我讲那些干啥 并没有对事件做进一步的调查 大连市公安局7月13号晚间 针对此事发布通报 两名民警未能正确履行职责 已停止 7月11号晚6点左右 在大连市中山区一家餐厅门前 一名男子因停车问题 与该餐厅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后报警 接警后 警方的处理引发争议 大连市公安局随后发布通报 经查两名警力临场处置 处警过程中言语不规范 未能正确履行职责 目前已对两人停止执行职务 并一计一规做出相应处理 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将深刻汲取教训 举一反三 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 强化队伍管理 改进工作作风 提升执法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 执法者也代表城市的形象 执法行为的影响在互联网时代 具有很强的外溢性 处理方式和结果 不会只局限于当事人 某种程度也是城市形象 对外展示的一个窗口 可以为地方口碑加分或是减分 对于类似事件应当引以为鉴 举一反三 让每一位执法者都能意识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社会关注 也要对民众之间的矛盾 多一些共情和理解 自觉做到规范严谨执法 大家早安 关注出行 关注地铁早高峰 今天是周一 来关注今天早上的地铁客流情况 首先来看数据总览 当前的总客流达到了54.7万 预测总客流将达到1180万 再来看具体的车站客流排名 第一位的世纪大道站1.17万实时客流 同比下降2.5% 从7点45分开始 蓬浦新村站 九亭站等车站限流 请乘客朋友们留意 接下来我们将事件转向车站的现场 画面给到了自然博物馆站的自动扶梯 当前的客流相对平稳 上周地铁自然博物馆站 一名男孩乘坐自动扶梯时 鞋子不慎被夹 周围的乘客与男孩家长 立即帮助男孩将脚从鞋子中取出 车站拨打120将男孩送一 初步确认有轻微的擦伤 未成年人乘坐自动扶梯 应有监护人的陪同保障安全乘坐 乘坐自动扶梯呢 请紧握扶手 面向运行方向站稳 不要东张西望 也不要看手机 注意脚下安全 再来看下一个实时镜头 给到了莲花路站的站台 当前的客流比较大 请乘客们注意安全 因莲花路站的南侧站台改造施工 莲花路站的6号口7号口 7月16号起实施封闭 预计封闭4个月 需要过街的乘客呢 请经由车站的4号口和5号口通行 好了 以上就是当前的地铁运信息 先好 好 非常感谢朱一位值班长的介绍 我们再来关注道路交通的通行情况 马上来连线上海市公安局交警 请总队贾捷警官 早上好 贾捷警官 早上好 新航 那今天早高峰的交通情况怎么样 请您来介绍一下 好 观众朋友早上好 周一 交通早高峰 本时大部分区域并没有出现降雨 室内路面也相对干燥 不过为了确保交通安全 外围的部分高速依旧是采取了限速措施 吉尔五神海高速的加流段 限速每小时60公里 S3护凤 S4护京 G2京护以及G50护鱼等高速公路 限速每小时80公里 那首先要提醒各位车辆驾驶员 出行前要及时地关注路况和天气信息 出行时间安排上要预留一定的提前辆 行车时要保持安全车距 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车速 确保交通安全 那再来关注目前的交通事故 在内环的内圈正品路就发生了一起两车事故 那双方驾驶员是具有比较强的交通安全意识 在事故发生之后 就立即撤离到了前方导流带处 等待警方到场处置 那由于事故撤离及时 并未对后方道路造成较大影响 但另外在延安高架往外滩方向的洪水路 一辆轿车在二号车道发生了泡锚 我们看到驾驶员在后方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 那沿线车辆呢也是直到行驶到了车辆后方 才开始进行避让 那如此以来也造成了后方通行受阻 提醒各位 在城市快速路发生抛锚的 为了自身的安全 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其他交通参与者引起注意 务必要在抛锚车后方尽可能远的位置 放置三角警示标志 来关注一条交通管理方面的进行 一些大型车辆驾驶员为了躲避交警和电子警察的查处 擅自在车辆前后号牌附近安装强光灯 俗称扭眼灯 企图躲避电子警察的处罚 继而肆无忌惮地在道路上行驶 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 为此本市公安交警部门全面排摸 并严查严处大型车辆违法改装扭眼灯交通违法行为 行动开展以来已查处400余企 同时加强源头管理 对名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扭眼灯违法的企业 进行上门检查 督促企业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 对发现企业不履行交通安全管理义务的 一律依法处罚 上海交警提醒广大家驶员 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 切莫心存侥幸肆以妄为 只有文明守法才能平安出行 今年上半年我国邮轮运输加速恢复 全国邮轮旅客运输量近50万人次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一半以上 其中今年二季度较一季度环比增长接近60% 近日搭载着4740多名旅客的爱达摩都号 缓缓通过长江口深水航道 靠拨上海无松口国际邮轮码头 我觉得都挺好的 轮船上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负责 也很热情 让我感受到了很多的活力和欢乐 去日韩两个国家 我觉得很新比国外的那几个游轮还好一些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 上海港国际邮轮共进出204艘次 其中66.67%的邮轮最大宽度超过40米 进出长江口深水航道的超大超宽船 博达2298艘次 就在6月底 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港复航 600多名旅客登上蓝梦之歌号邮轮 从港口出发 开启前往越南下轮湾的五天四晚旅程 截至目前 我国已有7家邮轮公司的8艘邮轮 在天津港 青岛港 上海港 厦门港 深圳港 三亚港 福州港 广州港等副航 今年上半年 共有23艘邮轮运营206个航次 中国境内港口始发至日本 韩国 菲律宾 越南或香港地区的航线 另有十多艘外国级邮轮 访问我国港口 游轮经济加快复苏 为进一步扩大内需 提振消费 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暑期到来 预计三季度 邮轮旅客运输量将继续稳步增长 同时 我国沿海省份 全面实施了外国旅游团 乘坐邮轮入境15天免签政策 吸引了众多国际邮轮来访 交通运输部表示 下一步多部门还将强化政策引领 加快邮轮码头布局和建设 丰富市场攻击 加快本土邮轮发展 昨天我们关注了截至目前 电影暑期档的票房情况 电影院内 观众对于今年暑期档影片的 观影体验感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昨天我们的记者来到了电影院 进行随机采访 在这家电影院内 最受欢迎的电影 是仍在点映中的抓娃娃 提档点映的它 在第二天已经收获了2.72亿票房 看到觉得花絮都特别的好笑 因为暑假嘛 主要想看这种欢乐搞笑一点的 我们比较喜欢看那个喜剧吧 比较稍微搞笑一点的 然后人轻松一点嘛 暑期档开启以来 已有108部影片官宣定档 其中聚焦于校园霸凌的电影《墨沙》 票房是一居榜首 而《神偷乃疤4》 《头脑特工队2》 《传说》等影片 未能激起太大水花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多 本应该在暑假挡比较火爆的一些动画电影呢 它的这个上座率 也是很低的 业内人士坦言 暑期档眼下还未迎来观影热潮 主要是因为爆款影片缺席 从去年的春节档开始 一直到延续到7月份开始的暑期档 好的影片没有断过 以及当中穿插了很多爆款 这周的一个影片的典印 也带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头吧 基本开始有一个暑期档的热项了 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显示 截至日假午13时31分 2024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40亿元 下周还有诸多值得期待的新片上映 纵观目前定档的片单 不乏具有大卖潜力的电影 接下来的影视有望掀起观影热潮 截至到7月14日15时 专网连续两天票房破亿 在全国所有省份都票房登顶 接下来7月中下旬 还有《一人之下》 《死事与金刚狼》等大片上映 相信市场能够延续热度 节节攀升 记者孙启蒙报道 随着本周申成数托班的开班 数期体育配送也全面启动 全市青少年体育协会 体育俱乐部等机构 将为数托班和社区 配送1万个客室的体育培训 为例年最多 南京西路街道爱心数托班上 孩子们通过敏捷梯等道具 进行开合跳 挖跳前行等游戏 锻炼四肢肌肉和协调性的同时 大家也快速打成了一片 可以交一些朋友 学校里都没上过这些东西 练协调性变得更有趣 体育课程直接配送到数托班里 根据暑假的高温特点 活动也因地制宜的设计 在室内通过一些小的道具 就不用到户外去晒太阳 提升他们的敏捷 速度 爆发力 更适合室内的运动 不仅是社区数托班 居民区的孩子们 也有机会获得专业的体育指导 静安重华居民区 这个暑假 共申请到六次 区里配送的乒乓球课程 第一堂课就有12名学生报名 哪怕是零基础也不用担心 要学会用腰来打球 在家门口 就能免费体验形式多样的乒乓课 激发了不少孩子 对于国球的兴趣 让我们学会打乒乓球 了解乒乓球 我们想通过乒乓这个配送 就是把小朋友 对国球兴趣能够提高 体会到这一个乒乓的乐趣 今年暑假 在全市青少年体育协会 体育俱乐部等机构的支持下 共有足球 乒乓球 羽毛球 等近40个项目 近1万课时的课程 通过体育配送的方式 进入爱心鼠托班和社区 让孩子们浅尝体育运动的乐趣 而如果想深入学习某一项运动 也有多样化的青少年体育下令营 可以选择 伸直 手指 腿直 腿直 武术类课程颇受欢迎 官方公布的10个永春拳培训点 名额全部被秒杀一空 养春拳很好很好玩 养春拳 之前我只在电影里看见过 永春拳 他可以强身健体 还能呢 还可以一直长这个 长肌肉 对 学武之前要学理 通过我们下令营 五到十节课的训练 我们可以帮助学生 第一点 有自力的精神 叫他养成什么 昂首挺胸 武术讲究的是精气神 了解中国传统的武术 他的内涵 今年的暑期体育大餐 还为特殊青少年群体 也设置了专门的体验课程 摸球 摸球 倒退 不要赶 倒退 让他倒退 倒退 洪口足球场的外场 有专业教练带着孩子们 进行足球技能基础的练习 在志愿者们的帮助下 也能借此充分发挥 体育活动的治疗性功能 也提供了我们更多的机会 让他们参与在其中吧 也是给我们家长一种心理的这种安慰啊 觉得心里挺温暖的 炎炎烈日下 尽管浑身汗水 但孩子们却玩得很开心 你看我开心 我喜欢 学会笑呀 踢足球真好玩 和正常小朋友有一样的运动权利 对吧 他们也能够到操场上来展示自己活泼的性格 在训练他们身体的同时 也特别注意让他们能够开口说话 上海体育局表示 希望在暑期营造人人运动的环境 通过体育配送 体育夏令营等方式 让更多青少年能参与体育运动 来提高品质 磨练意志 度过健康快乐的暑假 哪怕一周进行两到三次的体育运动 是对体质 我们对心肺耐力 对力量 另外一个呢 对视力也会有好处 打造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 首先学会技能 然后养成习惯 最后能够强身健体 体魄强健 那么通过这两到三项技能的养成 有终身的运动习惯 上海官复博物馆 将在七月和八月的周六 推出猫里猫气 雷把翔 夜游博物馆活动 借由猫咪这个主题 吸引更多人走进博物馆 更好的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晚上六点 官复博物馆的入口处 各种猫咪元素就映入眼帘 一下子让高大上的博物馆 变得清静可爱起来 相比白天的博物馆 猫里猫气 雷把翔夜游活动 让文物少了一丝严肃 多了一份俏皮 生动活泼的导览讲解 也让更多人对传统文化 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这个叫摇变幼 就是初摇幼后它会变化 借由猫咪让大家走进展馆 硬核的知识也要好好学习 展馆里孩子们看得仔细 学得认真 就是让平时比较肃穆的博物馆 更加生动活泼了起来 就与我们的生活更加贴切 让我们生活中的猫这些元素 融入到了博物馆之中 官方表示 希望通过在这一系列的夜场活动中 在孩子们的心里埋下一颗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儿童剧不少孩子都喜欢 而最近在金山博物馆 上演了一场魔术儿童剧 神奇王国 通过大量的互动 让大朋友小朋友身临其境 感受魔术的奥秘 第一次上台 所以说有点紧张 也有点开心 我今天来博物馆 看这个剧院 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下次有这样的活动 我还要来 此次活动是金山区博物馆 携手金山区文化和旅游资源配送管理中心 举办的博物馆里的儿童剧首秀 两个月的时间内 我们会连续推出60场的活动 近年来 新的表演形式层出不穷 其中沉浸式戏剧深受青年人的喜爱 最近一部原创的沉浸式戏剧 《静春风》 正在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上演 演出开始前 观众需要仔细阅读一份报纸 从琐碎的报道中了解故事背景 挖掘故事线索 它这个设定在汪伟政府这个末期 还挺感兴趣的 我觉得看这个设定很有意思 本身对民国的历史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然后照看它是一个民国题材 剧方用2000平米打造剧中故事里的奉献庄酒楼 让观众真正走进民国时期的上海滩 据了解 一直到今年年底 《静春风》都将作为长期主演剧目 在九棵树上演 目前开票的无场演出中 三场已经受请 暑期不少市民都有去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 旅游出差的需求 而到访这些国家必须持有有效的黄热病预防接种证明 然而近期不少市民反映 黄热病疫苗疫苗难求 为此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及时采取措施 新增接种点 上午8点 在长宁区金邦路15号 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接种点 迎来了首位接种者 来自浙江嘉兴的周女士 我们今天是一早特地从嘉兴赶过来的 昨下我准备带孩子去一趟肯尼亚 然后发现他是需要打疫苗的 然后这个疫苗打完之后是十天起效 打完之后两到三天里面 避免过度疲劳 避免剧烈运动 饮食清淡多休息 完成信息登记 注意事项提醒等手续后 周女士和儿子顺利完成了 黄热病疫苗的接种 全程不到五分钟 而除了旅游 还有不少接种者是为了工作 来自苏州的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公开到巴西 苏州里面预约的话预约不上 上海那边比较方便 那个号比较多比较充足 已经特地过来的 据上海海关统计 今年在乎接种 黄热病疫苗的需求 较往年明显增长 为满足接种需求 上海国际旅行 卫生保健中心 近期新设了 金帮路这处接种点 增配接种人员 延长服务时间 启用一周以来 该接种点 已累计完成 接种一百多帧次 我们在短时间内开发了这个新帮路的接种点 我们已经连续了三周 在周末加班 为广大市民提供 这个黄热病的疫苗接种服务 基本上能够实现 来了就大 据介绍 中心原有的另一处接种点 位于金桥路2090号 目前 两个接种点 每周开放黄热病疫苗接种预约名额 共计一千六百个 市民可通过保健中心公众号 线上就近预约 记者通过平台实测发现 五天内两个接种点 均有预约余量 是大概两三天之前约的 准备去东非看那个动物 然后去肯尼亚 目前 保健中心黄热病疫苗储备充足 并将根据需求 随时增购疫苗 有需要的市民 可根据出行计划 合理安排接种时间 记者沈春琛报道 对心脏骤停等一些突发疾病来说 院前急救至关重要 昨天首个就在身边 移动A1D项目在户启动 首批22位车友 在车内配备了 包括自动体外除颤仪 A1D在内的全套急救设备 车主也获得了院前急救的资质 紧急情况之下 可以伸出援手 在车窗上 还贴有醒目的红色标志 标注了车主联系方式 和紧急情况下 可以破窗使用A1D设备的提示 项目发起方表示 未来将制作专门的APP 将配有流动A1D的车辆 实时位置进行展示 有意愿加入 这一工艺项目的车主 可以致电蓝天工艺救援热线 进入福天之后 高温连续 大家有没有做好防晒工作呢 最近浙大二院皮肤科 接诊了一名10岁的小患者 高温模式之下 竟然晒出了老年斑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两女孩名字叫豆豆 今年10岁 斑点长在豆豆的左脸上 一大一小两颗 大的直径大概0.6厘米 小的约0.3厘米 颜色呈褐色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皮肤剂 非常典型的一个紫衣性讲话 就是我们说的老年斑 后来问病死的话呢 这个孩子就是很喜欢室外活动 对 一直特别是夏天 他出去老是在室外 就暴晒 10岁的小女孩 怎么会得老年斑呢 医生表示 老年斑 并非老年人的专利 中青年乃至儿童 都会长老年斑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长期暴晒 日光当中的紫外线 是引起皮肤光老化的 最大元凶 孩子的皮肤焦嫩 更容易被紫外线损伤 日常防晒上 推荐物理防晒 加防晒霜的霜保险模式 防晒霜的外包装上 一般都会有标注SPF 也就是防晒指数 数值越大 意味着防晒的效果越好 当然正确的使用防晒霜 也很关键 充满前半个小时 一定要涂防晒霜了 那么这个主要是 我们跟防晒霜的成分有关系 它要凝固以后 才其他防晒作用 年延夏日里 传统中程药 霍香正气水 成为人们驱属的首选良药 可是前不久福州一男子 却在服用霍香正气水 15分钟之后突然昏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家在福州的陈先生 因出现发热 咳嗽 咳痰等症状 前往医院就诊 医生为他灌了一瓶 投包西丁纳 陈先生在就诊结束后 回家的途中 感觉发热 胸闷腹胀 判断自己出现中暑症状 并前往药店 购买霍香正气水 并口服了一支 15分钟后 他开始心慌气短 心率加快 之后突然昏厥倒地 随后陈先生 被送至医院抢救 经诊断 陈先生因同时使用 投包的药物 即含有酒精的霍香正气水 导致二者相互作用 发生了双流轮样的中毒反应 霍香正气水中 通常含有40%到50%的酒精 当这些酒精进入人体 经过乙醇脱青霉的转化 变成乙泉 由于投包类药物 抑制了乙泉脱青霉的活性 导致乙泉无法继续降解 从而在体内大量堆积 便会发生双流轮样的中毒反应 因此 服用霍香正气水后的7天内 都不能服用投包类药物 国际方面 美国前总统 共和党人特朗普 13号傍晚在宾夕法尼亚州 巴特勒市的竞选集会上 遭畏碎刺杀 枪手被击毙 此次事件造成现场一名观众死亡 另有两名观众重伤 警方称三人均为成年男性 经调查初步认定 枪手为一名20岁左右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男性 目前尚未发现 嫌疑人与外国恐怖主义组织有关联 这名枪手名叫克鲁克斯 其住所距离当天集会的地点约65公里 他被击毙后 只把人员在集会现场缴获了一支步枪 当地检察官表示 枪手是从集会会场旁边的移动楼上 距离特朗普约180米至275米的地方 用AR式步枪发射了多达八发子弹 有目击者称 看到枪手爬上屋顶 并告知了附近的警察 但还未等警方采取行动 枪击随即发生 据美国媒体报道 枪手为注册共和党人 在枪击事件中 使用的是他父亲购买的枪支 调查人员还在他的车内发现了爆炸装置 这辆汽车13号停在竞选集会现场附近 当地时间14号下午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 谴责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刺杀企图 并表示 他已下令对发生枪击的 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进行独立审查 以评估到底发生了什么 拜登重申这种暴力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 再次强调团结的重要性 并跟从人们不要异断枪手的动机或从属关系 拜登表示 他于当地时间7月13号晚 与特朗普进行了简短但友好的通话 他对特朗普状态不错感到欣慰 拜登已指示美国特勤局审查 即将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行的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安保措施 据介绍 拜登还将于当地时间14号20点发表全国讲话 当地时间14号 特朗普在预习后表示 基于昨天的可怕事件 他本计划推迟行程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但刚刚决定不能因枪手或潜在的暗杀者 强行改变安排或其他事 因此他将按原定计划 于当天15点30分前往密尔沃基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 2024欧洲杯决赛 西班牙在柏林奥林匹克球场迎战英格兰 最终2比1获胜 第四次夺得欧洲杯冠军 斗牛式军团和三师军团都比较谨慎 尤其是防守端 英格兰队后卫斯通斯成功防住 威廉斯的边路进攻 年轻的亚马尔也被重点兵防 难以对三师军团形成有效威胁 斗牛式军团这边的防守也相当到位 他们成功限制住英格兰队的 精彩的防守大战 有极致的关门防守 也有果断身腿 跨解对方攻势的果敢时刻 西班牙队在下半场开场 才一分多钟就打破了场上僵局 斗牛式军团右路发动进攻 亚马尔带球向中间推进 西班牙小将在禁区附近传球 插上的威廉斯在一片开阔地上 轻松打门得手 亚马尔传球时机恰到好处 小将的才能进一步得到展现 他以四次助攻 荣应本届欧洲杯的助攻王 第七十分钟 帕尔默替部登场 仅仅几分钟之后 这位骑兵就贡献神作 贝林厄姆回座 帕尔默禁区外远射破门 斑屏离分 这几几乎是贴地盏的进球 时速达到118公里 比赛的第八十六分钟 西班牙球员奥尔默传球 奥亚萨巴尔分给锁路的库库雷利亚 后者摆脱沃克的防守后送出直塞 重新得球的奥亚萨巴尔将球打击 同样是替补登场的球员 斗牛式军团给三十军团致命一击 西班牙队最终以2比1获胜 时隔12年后再次登顶获得对写的第四个欧洲杯冠军 本届赛事表现出色的亚马尔被评为最佳年轻球员 罗德里当选本届欧洲杯最佳球员 那在赛后的颁奖仪式上发生了令人捧腹的一幕 按照规定主教练尼科威廉姆斯应该第一个登台 然而镜头一转 小将亚马尔竟然是先与主教练登上了领奖台 听到队友的召唤 亚马尔才赶紧下来让主教练先上 接着他准备紧随其后再一次登台 又被队友叫了回来 这一幕让台上的嘉宾和现场的观众 都是笑得合不拢嘴 本届欧洲杯17岁的亚马尔创下了多项记录 欧洲杯最年轻夺冠球员 最年轻进球球员 最年轻全场最佳球员等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温网 温网南单决赛北京时间昨晚结束 上届赛会冠军阿尔卡拉斯直落三盘 击败了德约科威奇成功未免 此前两人共五次交手 阿尔卡拉斯两胜三负 其中一场交手就是去年的温网南单决赛 作为去年决赛的序章 本场决赛的关注度持续走高 最低价位的门票也随之水涨船高 有的甚至达到了约一万美元 然而开场后 比赛却写出与去年不同的全新剧本 两人略过试探环节迅速提速 阿尔卡拉斯揭发抢得快 攻得凶 德约科威奇则是主动上网施加压迫 随着比赛深入 双方陷入多拍相持的常态 阿尔卡拉斯的优势更加凸显 一旦对手回球质量下降 西班牙人就会毫不犹豫主动变线 拉开角度 两个6比2 阿尔卡拉斯取得盘分2比0的领先 第三盘 德约科威奇依然坚持贯彻主动上网 阿尔卡拉斯也依旧连续打出破网制胜分 尽管德约科威奇一度挽救了三个赛点 但最终他还是在抢7中小分4比7高负 阿尔卡拉斯直落三盘 击败对手 成功未免 这是阿尔卡拉斯第四个大满贯男单冠军 同时也成为公开年代以来 第六位实现同一年法网和温网被靠被夺冠的球员 当天英国凯特王妃抵达温网男单决赛现场 再后他作为颁奖嘉宾为阿尔卡拉斯送上冠军奖杯 当天凯特王妃身穿紫色长裙 携女儿夏洛特公主亮相温网 这是她自今年3月份宣布换案后第二次公开露面 据悉自2016年以来 凯特王妃一直都是全英俱乐部的赞助人 并为男单女单决赛冠军颁发奖杯 凯特王妃是一名网球爱好者 同时也是一名业余网球选手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 日本媒体14号报道 救援人员当天在富士山靖岗县一侧登山路线 发现一名男性游客死亡 富士山靖岗县一侧登山路线 自10号开放以来已有4名游客死亡 靖岗县警方说 14号中午有登山者在富士山登山路线 发现一名男子昏倒在地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确认该男子已经死亡 消防部门和警方说 这名男子60多岁来自东京都 可能独自一人登山 具体的死亡原因仍在调查中 雷日来 救援人员接到不少登山游客的救援请求 靖岗县之士林木康有呼吁游客不要再恶劣天气登山 也不要连夜一口气登顶 富士山海拔3776米地处山梨县和靖岗县交界处 一般每年7月1号到9月10号开放登山 攀登路线主要有4条 其中一条位于山梨县 3条位于靖岗县 山梨县辖区内的吉田路线坡度较缓 是经典登山路线 美国联邦航空局日前暂停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列英九火箭的后续发射 正将对其近日的发射失败展开后续调查 当地时间11号晚 列英九火箭在执行星链发射任务时 二级发动机发生故障 导致20颗星链卫星被部署到低于原计划的轨道 它们面临在地球大气层中被烧毁的风险 美国联邦航空局称 直到确定与事故相关的系统流程或程序 不会影响公共安全后 列英九火箭才能复飞 当地时间13号 发生在加拿大东北部的野火迅速蔓延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 拉布拉多市及周边地区 仅万人被紧急疏散 当地官员表示 这场凶猛的大火在4小时内移动了21公里 相当于以平均每分钟80多米的速度蔓延 目前总过火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 野火导致拉布拉多市一家医疗中心暂时关闭 该医疗中心的人员已经全部被疏散 患者已被转移到其他医疗机构 当地出动了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扑火 纽芬兰拉布拉多省已请求其他省份和联邦政府提供援助 政府同时发布了全省范围内的禁火令 加拿大目前正在应对数百起野火 其中多数野火处于失控状态 专家表示 气候变化导致加拿大多地持续干燥炎热 增加了重大火灾发生的风险 受高温和强风天气的影响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多地灵火持续肆虐 其中圣巴巴拉县日前燃起的灵火 成为该州今年过火面积最大的灵火 另外在加州门多西诺发生的一场大火 还造成一人死亡 据当地政府通报 死者是一名66岁的女性 根据加州消防部门的数据 今年以来 该州已经报告3600多起灵火 过火面积超920平方公里 148栋建筑被毁 近日 家住宝山区 富城远小区的居民 向下令热线反映说 2022年小区共有五幢楼 启动了加梯工程 如今约两年时间过去了 工程迟迟未能盲工 脏乱的楼道环境 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 上午 记者来到 富城远小区加梯施工现场 楼外堆了不少建筑材料 加梯工程搁置至今 如今已出现室外下大雨 楼道下小雨的情况 为了给安装电梯提供施工空间 电梯公司还将楼道内的楼梯 改为简易铁楼梯 楼梯踏步狭窄 上下不方便 我老婆大肚子了 其实是看不到她的楼梯上下的 所以说走路其实非常的不方便的 在2022年10月 小区和上海纯旭电梯公司 签订了加梯合同 电梯公司原本承诺 2023年就能完工 可此后却一拖再拖 实际整个施工的一个过程 其实两个月都不到 他们来坐两三天 停一两个月 为何电梯迟迟未能建好 记者辗转联系到公司负责人 对方表示 他们已着手解决问题 争取尽快复工 电梯之前铺的太多了 然后大概项目也是在四五百台左右 然后这个因为是电子的原因 然后这个回款也是比较慢的 然后但是我们也是在向这个银行 去申请这个贷款 然后再帮忙解决这些就是收尾的工作 宝山区房管部门表示 今年以来 他们已对该电梯公司进行十几次约谈 现已督促公司排定时间表 傅城园小区的家梯电梯工程 将于九月前完成施工 要求待见单位 配合着你们的工作 积极复工 尽快地完成相关的收尾工作 把尽快地把那个电梯交付给老百姓使用 记者孙启蒙报道 电信诈骗花样繁多 日前家住普陀区的尼大 也就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说呢 其涉嫌一起刑事案件 要对名下的资产进行清算 在骗子的深度洗脑之下 尼大爷将账户内的148万元 换购了26根金条 索性在反诈中心的预警之下 民警及时赶到成功阻止了这起电信诈骗 7月3号中午 普陀公安分局珍如派出所 接到反诈中心预警 称辖区内的尼大爷 面临潜在的被骗风险 民警立即上门查证 尼大爷说 几天前 接到了所谓王警官的电话 说他涉嫌参与一起刑事案件 需要对名下的资产进行清算 让他将全部148万元积蓄购买金条 总共买了26根 等待下一步通知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 还让尼大爷购买了一部新手机 见尼大爷和老伴已被深度洗脑 民警又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的反诈宣传 为了让尼大爷和老伴彻底醒悟 民警拨通了骗子的电话 尼大爷这才恍然大悟 最终在警方和银行的共同努力下 帮助尼大爷上报了退回黄金的申请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市民 如接到所谓公检法的来电 不要轻易相信 可及时报警或到辖区派出所求助 记者杨柳一报道 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发布了 保险行业消费者维权的典型案例 涉及多类险种的纠纷判决 其中曾经引发热议的恋爱险 再次成为了焦点 来自山东的消费者陈先生 在2017年的时候 购买了一款名为恋爱保险的产品 保险单上显示 自合同生效后满三年之日起的十年期间 被保险人与新上人领取结婚证 将赔付婚礼祝贺金人民币9995元 陈先生没想到的是 自己在领完结婚证后 持恋爱险保单理赔时 保险公司却以各种理由进行拖延 使他迟迟拿不到礼金赔付 陈先生表示 下一步准备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权力 而来自四川的刘先生 2018年也购买了同类的恋爱险 领取结婚证后 也遇到了拖延赔付的情况 刘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通过诉讼解决了问题 北京金融法院终审判决 某财险公司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给付刘先生保险赔偿金 法院查明 2018年2月 监管机构曾向该财险公司发出监管函 指出该公司恋爱保险产品条款 存在要素不完备等问题 要求该公司立即停用问题产品 而法官认为监管机构责令产品停止使用 是在监管范畴内的评价 并不必然产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同时也提示消费者审慎购买保险 这个名字可能会让这个保险消费者 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对这个产品的主要的保障的目的 不够清晰明确 会引发纠纷 不是对这个保险产品的这个效率 做一个否定性的评价 作为一个保险消费者 如果我们想购买一种保险产品的话 要仔仔细细的耐心的 看清楚相关的这个保险产品 尤其是免责条款 不能因为一些这个噱头 一些猎奇心理去购买一些保险 这两天海口一位网友发视频说 自己的母亲要参加一个超值老年旅行团 39块9元 四天三晚游桂林 怎么劝都拦不住 博先生说 看了旅行团的行程说 去贵林后还要购物听客 感觉听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很明显这就是诳骗老人 为了能劝阻母亲 他还报警让民警来劝 罗先生说 自己最终也没能劝住 只能送母亲上了旅游团的大巴 最近有网友发帖称 杭州一家知名茶饮店门口 张贴了一张特别的海报 内容不是宣传自家产品 而是谴责偷外卖的行为 根据网友提供的照片显示 海报直接点名了 柠檬茶请花钱喝 不要装作取餐外卖员 或自提客户 另外 偷外卖回头是案 骗人等字眼也非常醒目 记者询问得知 原来从六月中下旬开始 店内做好的茶饮 时不时就被打扮成 外卖员的人拿走 起初是一杯两杯 后续情况愈演愈烈 这些情况都被监控一一拍下 但店家最终没有选择报警 因为类似的事件不少 涉及金额不大 报警时间消耗不起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贴海报 没有想到就是报警吗 之前有报过一次警 但是可能是因为是惯犯了 就是他们知道摄像头在哪里 就是根本照不到他们的脸 就只有背影 所以报警也没有用 警方想帮助我们也没有办法 而且金额比较少 也不想浪费警力 为什么撤掉了 据店家反映 这张海报是6月27号张贴出来的 海报上也只放了偷窃者的身影 想起到震慑作用 海报张贴半月以来 效果明显 近期店里再也没有出现 有人偷外卖的情况 对此 有不少市民表示 支持店家的做法 只是不要针对整个外卖人员群体 茶饮店店员告诉记者 其实外卖订单被偷 是不少餐饮店面临的共同难题 因为一般情况下 店员不会主动要求自提顾客 或外卖骑手出示手机上的订单信息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多家茶饮店 发现偷外卖的事情屡见不鲜 大多店铺每月发生两三起类似事件 但考虑到订单金额较少 他们几乎不会选择报警 上周一早高峰 巡逻民警遇到一名开车男子求助 说妻子羊水破了要紧急送去医院 但是道路拥堵心急如焚 随后骑警为孕妇的车辆开路 将他们安全地送到了医院 最终产妇顺利生产母婴平安 周一的早高峰时段 一名男子匆忙下车 向正在巡逻的民警求助 原来该男子的妻子即将临盆 但早高峰时段 车水马龙中 前往目的地要一个多小时 民警随即驾驶摩托车 一路急迟 经过复杂路口时 让后座的辅警下车疏导 引导孕妇的车辆能迅速通过 到了拥堵路段 民警则迅速开至前排 让车道上的前方车辆腾出空位 30分钟后 民警将车辆安全护送至医院 产妇顺利生产后 特地给交警部门打去电话 表达感谢 记者李恩禅报道 今天就正式入福了 这种天气呢 得提醒一下老年朋友们 最好尽量减少出门 有市民爆料称啊 前几天一个上午 他在松江一家餐饮店门口 看到一位阿婆 刚走出店门就晕倒在地 而这一幕刚好被巡逻到 这里的九里亭派出所 两位民警看到 两人立即对老人展开救助 在民警的搀扶下 老人渐渐站了起来 坐到了凳子上 店家也赶紧摇下了遮阳帘 民警检查后发现 老人头部一侧有擦伤 于是想劝他到医院看看 但是阿婆执意不肯 还坚持要自己坐车回家 见此情形 民警只能耐心劝说 最终在民警的护送下 老人回到了家中 事后联系其家属 其家属表示 老他身体状况正常稳定 近日家定警方根据线索 捣毁了一个贩卖盗版网课的 犯罪团伙 四人通过低价售卖 翻录的相关培训课程视频资料 非法牟利一百余万元 今年三月中旬 家定公安分局金针支队 在工作中发现 在一家网店内 有大量由他人原创制作的 培训课程视频出售 原价二三百元的课程 售价最低不到十元 此外 多个同类型涉案网店 均存在非法翻路 复制的违法嫌疑 巡线追踪下 家定警方查识了刘某 等四名嫌疑人 实施团伙作案的情况 并吩咐北京 山东两地 将四人悉数抓获 我们就在网上看 看人家卖这个课程 好像挺好的 对 然后就买过来 你们买人家是正版的 还买一个盗版 买的正版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 其购买培训课程视频资料 翻录并加设 自己网店水银标记后 以低于原创作品的售价 在网络平台上 销售牟利的违法事实 自2023年以来 该团伙以此方式 累计非法牟利 达一百余万元 目前四人应涉嫌 侵犯著作权 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家住宝山四堂四村 17号的王先生反映说 他们所住的那幢楼 在2021年的8月 完成了加装电梯 但是电梯运行的 三年时间里 是频发故障 反复的停运 搞得居民们怨声四起 那为什么会频繁的 发生故障呢 居民们说 是因为电梯顶部的百叶窗 一到下雨天就容易进水 因此导致了故障频发 居民们说 这部电梯已经多次发生停运 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 如果没有电梯 我们还病一病 没有指望 现在你又开了电梯 你不能用 记者注意到 这部2021年8月竣工的加装电梯 采用的是透明玻璃紧道 顶上为了散热 在东西方向安装了百叶窗 顶楼居民告诉记者 受雨水和风向影响 电梯颈道和轿箱三年多来 多次进水受潮 导致停运 有时温度过高也会停运 最近一次是6月27号 停运至今没有修好 采访当天正逢一场大雨 记者看到 电梯的警道内壁挂着不少水珠 顶楼电梯后梯厅地面上 还放着几只脸盆 盆里有积水 6月27号电梯停运后 居民们已经多次催促 带检方派人维修 记者请教了相关专家 专家指出 这部电梯如今故障频发 根源确实就在透明玻璃紧道 这种设计必然要采用白叶窗散热 根据加梯合同显示 这部电梯的质保期为三年 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到期了 法律界人士建议 合同的甲方 也就是小区业委会 应以书面形式 向带检公司发函 要求对方尽快维修 这个问题是现在 在质保期内已经发生的 那么如果因为带检方 他没有履行相应的维修义务 然后导致说这个问题 一直持续地超过了三年的质保期 那么仍然是他的责任 也可以要求他来维修 居民们认为 这时代建单位没有尽到告知义务 但是法律界人士表示 如果需要更改电梯设计 还需要居民和代建单位协商解决 记者又致电代建方询问维修事宜 对方表示 电梯主板等配件要从外地调货 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等最近这波雨水过后 他们会派人前来维修处理 记者康令坎报道 节目最后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 你有哪些好的驱蚊防蚊小妙招 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分享 有人就说了 他说薰衣草 香茅 薄荷 这些植物具有天然的驱蚊效果 可以在自家的阳台上 种上几盆 又好看又驱蚊 有朋友说要避免使用 香味浓郁的产品 像香水 洗发水 这些含有香味的个人互利用品 它这种香香甜甜的味道 有可能会吸引蚊子 还有一个是分享了一个经验之谈 他说我一直在床头放一瓶 打开盖子的风油筋 睡觉的时候就不会被蚊子给骚扰了 还有朋友说物理防蚊是最有效的 比方说穿长袖长裤效果最好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发来的微信 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上海早晨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新的一天开始了 祝各位全天顺利 明天再见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见